大家好,我是Claire 今天分享的是烫肿鲜奶吐司 可以拉丝 可以一缕一缕的撕着吃 想怎么撕就怎么撕 总之超好吃 我们先用开水把面粉烫熟 这样使面粉充分的糊化 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吐司会极其的柔软细腻 更加容易拉丝 给它拌匀之后放到一边 等凉了,一会儿再和剩余的材料混合在一起 总配方已经列出来了 咱们把除开黄油以外的食材 全部都得到揉面筒当中 当然您也可以选择面包机或者是手揉 这是两个450克吐司模具的方量 如果您只做一个的话 可以把方量减半 当然也可以选择做出其他的造型 材料混合好之后 咱们需要预留一些液体 也就是牛奶 因为每个牌子的面粉的吸水量它不一样 为了避免揉到稀的面团 宁可少加也不要一次性加太多 等黄油跟面团完全融合好之后 咱们需要预留一个出薄膜的状态 就像这个样子 即便是破了一个洞 边缘也是光滑的 接下来咱们就进行第一次发酵 在常温下盖上保鲜膜 发到两倍大 现在温度还蛮高的 所以说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能发到两倍大了 等发好之后 咱们可以用手指戳一下面团 如果没有明显回缩的话 就证明面团已经发好了 这是咱们把面团移到揉面垫上 给大家排气 排好气之后 再拿保鲜膜盖上 松弛15分钟 松弛好之后 就给它分割成等量的6份 再强调一遍 这里做的是两个450颗图丝的量 分割好之后 咱们给它揉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法 只要最后是圆的就行了 揉好之后 咱们用保鲜膜给它盖上 松弛15分钟 一会儿再开始整形 咱们取一个面团 用擀面杖给它擀长 就像一个椭圆形的样子 再把光滑的面朝下 稍稍再擀一下 两端对折到中间 再拿擀面杖给它稍稍擀一下 底部呢 咱们可以把那块给它撕开 贴合到揉面垫上 这样是为了方便封口 从上往下卷起来 到了底部就自然的给它封上了 三个面团为一组 放到吐司和雷兴瓶第二次发酵 这一步是用烤箱的发酵功能完成的 我做了一个方形和一个山形 山形发到9分满 并涂上蛋液 方形就发到8分满 盖上盖子就可以了 这里给到大家一个餐口温度 具体的还需您根据 这家烤箱的脾气来调节 等表面上色之后 给山形这边的吐司 盖上一层锡箔纸 这样是为了防止底部烧焦 吐司烤好之后 咱们给它打开 再倒到晾架上给它晾凉 如果您喜欢烧色深一点的话 就烤久一点 先掰开个给你们看一下 拉丝效果超棒的 再掰一个看一下 拉丝效果还是那么棒 用烫种方法做面包 面包撕下来以后 更容易成片状羽毛 组织更加细腻 所以我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可以点赞和关注我 那我们下期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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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